。 這樣 有人來了 我就要看他帶什麼心態來這個地方 你自己說啦 也心態啦 你先過來 我聞聞看 我聞 你知道什麼事嗎 他昨天跟山上優雅見面耶 有一個藝術上的連結啦 阿不是說要帶我們去 我跟你講我等一下到主棚 讓你好好解釋 大家好我是小老師 我是毛毛二 我們這個組合已經結束了 叛徒 一開始就會結束了 這是叛徒 我們現在就快速讓毛毛二把話講一講 你們大家看這張照片 為什麼沒有我 我是不是應該在你們兩個中間 或者是他應該在我們兩個中間 二皇一后 我們今天請到毛毛二 其實之前我們在整理電腦位置的時候 就有預言了嘛 稍微聊到 毛毛二老師開發了這個 酷東西 貝利亞 而且是正式授權 沒錯終於拿得到授權 我覺得剛好換起我之前收藏 毛毛二的作品 欸我還沒開耶 真的要開嗎 這真的應該你是地球上最後一個 還沒開的 那我就不要開了 這個是有這個授權正版的 對啊授權貼紙 而且是有付錢的 有嗎 那個時候我們的關係 還會付錢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2019年 這一件算是 毛毛二的比較代表作就是 鯊魚爸爸 對我主要的角色 然後用它作為本體 然後用貝利亞的配色去申請授權 那一隻啊 絕對不會再出了 事隔五年以後 你就又創作了這個貝利亞 對對對 這一次就是完全創造一個 純貝利亞 就沒有鯊魚的元素在裡面 但我還是盡可能的放了很多 我自己喜歡的 風格 風格啦 或是特色表現方式 那這個造型跟比例啊 好像都是經過你特調啦 我當然是以它原始設定 不要違背它的前提下去做 對我來說 貝利亞它在故事裡面 它是一個已經黑化的一個反派嘛 那所以它的那種力量 我想要表現成像野獸 它的肌肉已經炸開 然後變得很駝背這種感覺 它的設定的話就必須要提到 這個後騰陣型老師 喔這個封面就是一陣一斜嘛 對那個時候它 貝利亞出現的那一場劇場版 它的對手就是ZERO 所以你當初在參考這支的時候 也參考很多裡面的設定資料 對啊對啊 像這裡面就收錄一些 後騰老師在最早期 設定貝利亞的時候的設定稿 像這邊是其中一個版本 然後另外你看一下 還有一個這個是它的顏色 對調這樣 對對調的感覺 然後還有它裡面有一把武器 它就可以控制100個怪獸的力量的武器 然後還有它發招的一些方式 例如說它從這邊可以噴射啦 斬擊波之類的 然後在這一次的這個腰部的切線 我覺得也很不錯耶 它是切斜的 這個也是因為你 剛好也差不多六七年了嘛 經歷軟膠的這個行業 比如說在開模的角度啊 或是這個切角 要怎麼樣可以有更不同的玩法 那你說這個手有特別去做規劃跟設計手 我就是預留一個分件嘛 這樣子未來可能就可以有機會的話 做那個持武器的手型 然後就可以拿它的專屬物 你說它那一把叫什麼 千兆戰鬥 那這一次我這樣看啊 還有跟之前的那個鯊魚爸爸的配色 最大的差別在哪 就是你把這些浮雕做立體 這其實我去參考了原始設定 我本來以為它的分色只有顆線而已 結果我後來發現不是 它是有一個高低差的 就它紅色是低的 然後黑色是浮起來的 所以在這部分我也盡可能去還原 所以我覺得這件作品啊 它不只是一個全新的里程碑 它也是累積了你對超尼爸媽的愛 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是累積了你對這個整個創作 這七年了應該七年了我記得 你之前跟我講過 至少七年 對就是這七年多來 創作經驗的累積在這件作品上 醞釀了很久這樣 對所以這個 這邊真的是毛毛二座的喔 這是少數可以押上 就原型師的名字 對然後還有授權的標誌 真的是很開心 大家如果想要收藏的話 可以參考下方資訊 欸我們今天主題 還沒跟大家講對不對 我們今天一系列開箱 幾件超人力霸王 那第一款 毛毛老師創作的 貝利亞 那再來下一件 再來 這個叫艾雷王 上一次在盤點的時候 就有這個SHM 正常比例的 然後我們今天收到了這個 也是一個香港的品牌 香港設計師 這牌子叫Joku 然後它的中文叫 主橋 跟我的本名那麼像 艾雷王在超人力霸王世界觀裡面 算很厲害很重要的角色嗎 他算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角色 因為大家都知道 超人力霸王裡面 凡派的話分成宇宙人的系列 跟怪獸的系列 宇宙人就是那種巴爾坦 對像巴爾坦就是宇宙人 然後達達星喔 那些都是宇宙人 那叫宇宙人 那像這些怪獸系列的話 大家最知道的應該就是 雷斗King 紅王嘛 紅王 然後還有哥摩拉 哥摩拉 幾乎是每一部都會出來的怪獸 那再來可能就是 艾雷王 艾雷王 它的知名度就非常高的一個角色 今天我們就開了這兩款不同的艾雷王 那特別在SHF這個系列 它就是過往的這種包裝方式 就這種開窗 然後只是 因為它是這種怪獸系列嘛 所以它的這個比例比較大 很長 再來我手上拿這個算一個 比較新的系列跟品牌 它的包裝方式有點像S Plus 那種包裝方式 牛皮紙盒 不過它用了雙色印刷 讓大家可以看到 比較這種復古的感覺 對 然後它的字體也是選用 那種昭和時期這種字體 然後去呈現整個外盒的樣貌 它的外盒除了 雙色印刷的用心以外 它整體的風格 都是做得很這種昭和味 對啊 特別在這個底紋啊 你有沒有發現 設計師是說 他們是致敬 超尼寶王7第三集 其實它就是為了這個 才做這個顏色嘛 因為超尼寶王每一集 在開頭的時候 它的慣例就是會有一個 很像拓印的主視覺風格 所以它7那一季的第三集 就是這個紋 所以第四集跟第二集 就不會是這個紋 對每一集都不一樣 我覺得這樣也非常用心耶 那我們直接把它開起來 喔 欸 今天剛好可以來個大車拼 這樣好可愛喔 兩個不同的比例 兩個不同版本 一個是可動的 這種愛雷王的設定 對啊 全可動的 它連尾部都可以做可動 尾巴超長的 然後它還有另外附一個這個捲曲的 替換尾 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在劇中 把超尼寶王捲起來 一個攻擊 再來我這邊準備了這一組 它就是做這種Q版的設定 它其實表面細節紋理其實很豐富耶 它的表面還有做一些這種 皺褶的感覺 它這個噴點 真的是不錯喔 比這一隻更精緻耶 欸 真的耶 整個塗裝起來的風格 還沒有這個 它表面紋理豐富是 比如說它這個有布料皺褶的感覺 然後它的背後就變成這種 皮紋又不一樣 然後尾部的紋路又不一樣 整個非常精緻 然後再來我這一款 它有多做一塊這一個名牌 那它這名牌上面寫01 代表這個 這個很明顯 這個系列會一直延伸 那它這上面就有一對 它的一個器官 然後當然在這一個Q版上面的設定 它也是有把這個可動做出來 它居然有保留這個 那這兩個耳朵除了可動以外啊 它的材質也是透明的 它是用透明去上色 所以如果在光線下折射 它其實的材質的表現是跟實色是不一樣的 那它如果可以發光不就更好 我跟你講這個它也想到了 它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 是這種透明鍵 這透明鍵它就是可以發光 會不了不起 軟膠還可以做發光 不簡單耶 重點是這個開好不好開 也算好開 太酷了吧 對然後在這裡面 有一個這個電磁槽 然後我們要打開 而且它打開也很方便 不用螺絲起子 我覺得這幾個點都還蠻細心的 然後我們電磁直接放進去 我們這樣子電磁放好 我們把它放回去 指揮挺組合 剛剛這一塊名牌啊 它其實就是 磁控開關 哇 哇 你看 就它整個的規格比例 其實就是跟 XPLUS這Q版的 是 很有分量 差不多的 尾巴很粗 然後甚至於我覺得 整個做工也不輸它 新的系列 大家可以收藏的一個品牌 然後它的價格 其實跟XPLUS的Q版也差不多 哇蠻好的 然後而且 也不用上網版或紹線版 它直接就是發光的版 直接大全配了 而且它的發光結構 就像剛剛我們前面講的 它發光方式 非常的簡單 就是直接頭扒掉 欸 你知道它這個頭扒掉了 它可能 或許是在致敬 這一隻 它剛出來的時候 它的死法 所以SEVEN的頭錶 然後整隻分屍 所以它最後死的時候 這頭被砍掉 然後鞋這樣 啪噴出來 摩摩你那一隻 有什麼特色 對啊你看你剛剛介紹的 不可動的 它當然很精彩 可是可動的 都完全不一樣 可以用很多很搞笑的東西 對對對 飛踢之類的 然後還可以拍足隔 對齁 對對對 上次我們去打工 你也一起去嘛 來那我們現在可以讓它抬頭 它這邊封了這個替換尾啊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去對它這個 上面的這個紋理 感覺應該是從這一段 可以接去 它有順序就對了 對 然後你看喔 這樣接上去之後啊 它的皮紋會連 做一個連續之外 它這個塗裝 黑色的這一道會連過來 所以就可以 還原說 可是它這樣子打的話 它也沒有辦法轉過來攻擊它啊 它就只是勒住它 嚇嚇它 那就是實用的時候這樣攻 OK 那再來我們開下個系列 OK 這怎樣 好可以啦 欸 欸 這是 算是 超人力霸王布雷薩的變身器啊 布雷薩算是 那個算是比較老的嘛 比較舊世代 對對對 剛剛我們開始 所以布雷薩是新世代 最新的一代 所以我們要來到新世代的超人力霸王 來到現代 喔 我這裡有準備 一樣是 SHF的 阿斯嘎龍 另外一個就是 不同類型的啦 就跟我比較有關係 組裝模型類的 Figurized Stand 這一隻好像很厲害 這一組啊 其實有一個很強的力量 喔 它最強的特色 特別是這一片框架 哇 這真的是 展現萬代的黑科技啊 對啊 因為這一次超人力霸王布雷薩 它的特色就是 它身上的配色非常複雜 它有紅色藍色交錯在身上 所以它完全是發揮這個黑科技的力量 對 而且它這個的色出都是硬質的塑膠 嗯 它不像之前會混合材質 之前我們比較常看到這種 混合的就是在 PG版的手指啊 特別像什麼 異端鋼彈啊 因為它就是有硬的 跟中間那種軟的軟件 然後它這個膠疊的地方 它還是有一點點的刻線 不過啊 它這個多色成型上面啊 比如說像那種大面積的銀色 還是有這種水紋 那通常會塗裝的玩家 看到這種就會 有點不舒服 那就會想要修 想要上色 反而這樣的成型方式 對塗裝的玩家 是沒那麼友善 因為它每一個顏色 都已經固定在一起了 對 就變成它的這個整個設定 可能就是給小朋友去玩 直接宿主就有很好的效果 那當然它的價位 非常的平易經人 日幣定價我們算 好像是3,400 就跟上一半我們開箱 混沌戰士差蠻多 混沌戰士要4,200日幣 一來一回台幣 都有差兩三百塊以上 再來啊 它的這個成型色 其他的像這一片 這一片也算很重要 它這次用這種珠光色的成型色 我覺得蠻漂亮的 那除了這種珠光色以外啊 剛剛有這個現成的 砍在一起的嘛 那它也有這種 分開也是可以兩個鑲嵌在一起的 有沒有 你看像這種銀色跟黑色的零件 這膠疊 身上的這個紋理 開模都非常的精緻 然後都可以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說 對萬代來說 分色分件啊 只是他們要跟不要的 這片其實也是耶 對 它也是 這邊有多色成型 然後也都是帶珠光 這一組非常精緻耶 你是不是個人自己也有買 我自己買了一支 阿如今天不是叫你煮完的帶來嗎 我還沒有煮完啊 說你知道都在幹嘛 我都在吸香香的味道 那雖然啊 它那麼多分色 還是有一些局部需要補色啦 小亮的啦 所以這一組是我煮的 所以你今天居然難得 打開之後沒有收起來 你是要把它煮起來的 那不然 我在旁邊煮 阿你在那邊爽 我們直接開始 好 你真的感到不舒服 讓你停止 鞋子 好 對 可以 是 煮完啦 那就由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整支的組裝體驗 我覺得它最特別的就是 它的這個身上的這些分色 然後不對稱式的設計 我在組的過程其實很明顯可以看到 就是萬代的這個技術非常的厲害 除了一開始的那種多色成型的那一塊框架的技術以外 剩下的地方也是非常驚艷 不管是在胸啊或是在腰 它有很多的零件是用穿插的方式去做結合 然後穿插完以後它的密合度還是很高的 對啊放進去的時候感覺超療癒的 就完全密合 而且它有層層交疊的節奏 對對對然後其實我覺得整個編排 就跟過往的超逆霸王是不一樣的視覺效果 它連設定都其實跟過往的超逆霸王不一樣 它完全是別的體系 因為在設定上它是一個野人 所以它在打鬥的時候很吵 它一直叫來叫去這樣子 然後它在整個劇裡面也沒有跟其他的立霸王有互動 所以到現在還不知道它的由來到底是什麼 既然它是可動模型 它的這個可動其實也是非常的好 過往的肩膀會是前後兩片蓋起來 可是它這一次的設計其實裡面只有差一個零件而已 像這樣 它就是一個這樣關節進去 這樣 這個是獨立一個零件 一個這個關節這樣從這邊進去 一開始會覺得這樣就可以了嗎 結果它合上去確實它就會緊密 然後也會有它該有的可動 比如說在往上折它也是有可動 我覺得這裡是蠻特別的一個設計 它可動它擺出這種高跪姿都沒有問題 所以它這一次特別在跨部這邊設計 你看它往下拉它其實可以角度非常的大 所以反過來往上伸它的角度也可以很大 它的腳掌接著小腿 它的腳踝這邊這個關節 它其實設計的可動是很大 然後它現在手上拿的這把是其而所揮石劍 它這邊有一個小拉把 這個地方它會去拉 每一次拉的時候這邊這個地方是可動的 所以會拉一次跟拉兩次會有不同的效果 對拉到不同次數的話它的劍就會充能那種感覺 好我們現在是組裝完了這一組 Figurite Stand的布雷薩 然後它的整個身形比例是不是跟SHF差不多 其實它確實也有出SHF的版本 那雖然都是萬代的體系 可是一個是以完成品為主 一個是組裝模型 組裝模型就是會看到一些這種 比如說合模線 或是這種射出沒那麼平均的 那我相信在SHF版本 它的可能它的飽和度會更完整 就是不同的表現方式 今天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它的夥伴 對啊既然提到 對就是在布雷薩的劇集裡面 它的算是夥伴戰友 就是人類方的兵器阿斯加隆 看起來有點像機械割的感覺 對啊就是這種龍型的機械兵器 這一組算是我自己買的 你知道為什麼會買 我覺得它很像機械割級啦 然後它的配色也是不同的感覺 然後整個外盒的設計 就是SHF的那種風格 傳統的開創這樣子 我有去看它本人耶 是的 就是它的戲服啦 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有穿綠包網展 然後它就有展出整支 這SHF的 精緻蠻多的耶 然後這邊同時是帶來我之前買的 這也是比較早推出的 就比較偏向是給小孩玩的 所以它的材質是這種軟料的 就比較不怕壯 而且 你這隻有武裝 我這隻沒有耶 對因為在劇集裡面 越往後它會一直擴充武裝上去 然後像這個武裝 其實最早它賣的時候是這樣 是沒有這個的 這是跟著另外一隻怪獸同捆 你要買那個怪獸才會附 然後這隻很酷的是 它裝上去之後 它會有 還有音效跟亮光 不對啊啊你帶這個來 啊我這個什麼都沒有 可是它的細節當然一定是 比這個好更多啊 看一下它分色 然後整個塗裝保護 像它這個是亮面的嘛 這個的機械感覺更強 然後它這裡的尾巴 是一節一節可動 像它這個尾巴裡面 每一節其實都藏有飛彈 只是它的其中一個武裝 所以它倉蓋應該都可以打開 對啊你看所以相比起來的話 這樣這一隻就完全沒有分色 然後這邊是不可動的 而且細節就不同 身體上的分色 這隻也豐富很多 對對對對對 那當然價位也貴很多啦 後腳跟就有一個油壓感的設計 我覺得這裡細節還不錯 那這隻在劇裡面就設定 是人類方 它開發出來的兵器 因為人類也想要 面對怪獸的時候 有這種自我保衛的這種 就不要說每次都靠力霸王 對都不要依賴人家 在距離是同比例的 差不多長這樣 它應該比它再大一點點 那我就不知道它後面接續著 會不會再出其他的擴充武裝 因為像剛剛這個 其實這只是第一階段而已 它到後面有四次的擴充 它還有飛行裝備 有個小翅膀 那一定的啊 就在PBR 這邊還附了一個很可愛小銀劍 這邊是它的眼睛 它雖然是機械啊 但是在戰鬥的時候 如果它被打倒 或是它在很激烈的時候 它的眼神都會改變 它有很多表情都對了 對 有一點人性化的感覺 對 有一點人性化的感覺 尤其是它到後面 它的整個機械裡面安裝了AI 所以它有它自己的人格 哦 可是當然還是需要人操縱 我們這樣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 了解了一下 超能力霸王 是世界觀裡面的一些角色 你到底有沒有真的看過一集 沒有 那我覺得真的蠻推薦 你可以看一下 最新的 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樣布雷薩 也可以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應該都市面上 有些是還可以買得到的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也可以參考下方資訊欄 我們針對這次毛毛老師的貝莉亞 Yeah 貝莉亞 還有這個算是一個新的系列新的品牌 九苦所推出的愛雷王 我覺得都很推薦給大家 那後續還想看 喬老師跟毛毛老師 一起開箱什麼有趣的東西 也可以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喬老師的玩具開箱 就到這邊 下個天拜拜 拜拜 所以咧 你現在急著要走 是要幹嘛 沒有大急著要走啦 就要去跟 CNN上的劉亞老師 討論一些藝術上的連結 無恥